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1月3日 今天是星期二 今天是長假期之後 就是要上班 應該大家都覺得比較辛苦 好 但是我們沒有放過假 嚴格來說 我們由聖誕節 就是 不要說由聖誕節 整年都沒有停過 由整個2022年到現在的2023年 我們真的 天天 真的不斷和大家緊貼時事 元旦沒有休息 除夕沒有休息 這個 平安夜 聖誕也沒有休息過 不過我們也真的已經習慣了 有時候覺得 如果那天真的放假 不做節目的話 總是覺得今天的事 今天的工作還沒做 當然啦 如果真的可以放假的話 我也真的很想放假 不過不要緊 時事 新聞 每天都發生 我們也習慣了 每一件事都要跟大家說一說 這節要說 又跟這個 新年倒數有關 人家倒數 你倒數 你倒數也要做世界第一 好了好了 只要你強國崛起 這次這個厲害了 這個叫做香港旅遊發展局 香港旅遊發展局 搞這個香港跨年倒數 全世界在2022年的年尾 迎接2023年都有類似的節目 你香港旅遊發展局搞的 有甚麼特別呢 真是厲害了 不是開玩笑 真是 大國崛起 連造假 也比人更誇張 居然旅發局跟你說 搞這個香港跨年倒數 說有這個全球 同時轉播 收市 極高 收市的數字 高到 被人恥笑 他說有多少人 同一時間收睇 他說有30億 30億人觀看 我們 就是跟大家繼續恥笑他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聽清楚了 所以我們有三個頻道 記得一起訂閱 好 請大家 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請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加無限碌大法 亦都請大家 安裝了Pi Network的 記得按閃電鍵 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本台 好 亦都提提大家 我們1月28日 1月28日將會舉行一次網聚 今次呢 在這個北面 在這個黑池 那麼 萬成就應該是很近就可以過去的 就算真的要在 其他地方過去 也不是過不了 在倫敦往返黑池 我也試過很多次 即日我也試過很多次 建議大家可以 考慮上去就是住一晚 休息一下 在那裏遊覽一下 我們28日下午 星期六 近住這個 黑池的 北站 這個總站來的 近住那裏而已 只要載火車來到這個位置 走十分鐘就到了 這個也是我們的 這個Charity的起動大會 我們跟本地組織合作 去做 地區服務 我們這次 都在嘗試 繼續聯絡 請 英國的嘉賓 看看可不可以 請到他們出席 所以我們這次除了是網聚之外 也是這個Charity的成立 也都是 告訴英國的本地朋友知道 我們香港人的 集會 告訴他們知道我們的力量 在黑池搞一個 比較大型的香港人的聚會 我們以前也沒有試過 今次 是這麼久以來 真真正正是第一次 這個活動 成功 也是一件好事 因為是一個非常好的開始 所以 希望大家盡量出席 報名的朋友 記得我們有兩個電話 可以WhatsApp 跟我們報名 一個是 加44 7 9 49 859 421 一個是加44 7599 451 657 記得就是報名了 報名是登記鍵 即是你跟我們報名 我們就會登記 網聚是10磅 一個人 因為會有茶點 會有飲品 我們不打算收了錢 才會給大家來 所以到時 來到才會給10磅 所以希望大家登記了 記得千萬不要放飛機 我們每天很認真去思考 這件事 首先第一是做地區工作 也是為這個 新移民來到英國的人 安排適應新的生活 這件事 也是我們這個很大的拼圖裏面的其中一個部分 因為我們好好地做好 本地的工作 好好地 在這個地方得到公信力 和信任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這件事才真真正正的 是慢慢建立 跟英國人在本地的關係 我們也會在做這些工作的同時 慢慢 去推銷香港 所以希望大家 真的多點參與 我們再看中國大陸的形勢 2023年 對他來講 對習近平來講 對中共來講 一定是非常之困難 所以我們應該要做的事不複雜 盡量去做更加多的預備功夫 這個就很重要了 所以我們下一個階段 我們計劃的事項 就是要組織這個訪問團 預備要去烏克蘭 我們現在計劃中的事項 我們想可能在英國的本土 跟烏克蘭的 難民 烏克蘭的 國民建立一些關係 已經有朋友提我們了 他說很多烏克蘭難民來英國 可能真的是一窮二百 可能 很多不同的社區都需要你們 去為他們做一點點事 可能不是很複雜 可能是 派一下禮物 或者將一些 舊了你不要的物資 可以循環再用 條件很良好的 我們也可以做這個事項 我們很久之前也有做這些事項 所以我們也知道大概的運作方法 好 我們先不說這部分了 所以請大家記住 我們一直都很認真 很認真思考 香港下一步怎麼走 假如中國大陸 出事的時候 香港要怎麼走下去 我們真的很認真每天都在想這個問題 好 回來繼續恥笑香港 香港這個港共政府 做了大量的事 是笑話來的 他絕對不代表我們任何人 所以 目標很簡單 為甚麼有時候一定要說他們 他們做的事 黑人憎恨 可恥 可笑 為甚麼要說他們呢 說他們的時候 你就看到現在多麼荒謬 你就知道 大家的目標沒有改變過 雖然大家要生活 大家有 經濟環境要面對 大家要賺錢 大家可能要移民 要適應 之如此類 但是 大方向基本沒有改變 你看一下這班人 你就知道 香港是一定要光復的了 問題是 如何和何時呢 我們經常做個比喻 香港人 我認為 就是在2019年 打了一場擂台 你就沒有練過拳擊 你就跟泰臣打了一場 你覺得你打得很漂亮 因為你 覺得自己根本沒有練過拳擊 體型又不好 但是你贏得了勇氣 贏得了讚賞 因為你 這樣的條件之下 你去挑戰一個 世界權王 世界權王不是為了讚中共 只是比喻而已 好了 我覺得重要的部分 你這樣去挑戰他 我讚賞了你 但是我現在提出第二個問題 我覺得是很合理的 我覺得是必須要去考慮的 你再想和他再挑戰 你這次應該要做的 是積極訓練 以及積極備戰 而不是 去回憶你 上一次 你怎樣 用雞蛋和高牆對抗的時候 怎樣獲得掌聲 怎樣人家覺得你很有膽量 我們不可以 沉醉了下去 那件事 那件事 值得讚賞 我同意 但是那件事讚賞完了 下一次 你要再面對權王啦 再面對 強手啦 你這段時間 你做些甚麼 所以我們在說的東西其實很簡單 由始至終 我就說要預備 你要跟強敵對抗 我的 理解很簡單 我沒有理由下一次 再被打趴 叫人讚賞我很有毅力很有勇氣就算了 我可以跟他打 我一定要在想 是要打贏他 我覺得就是這麼簡單 要不就不打 如果你覺得要打 就是要打贏他 你覺得打不贏 你也是要想辦法 增加自己的力量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因為稍後那節我還要說 這個叫做自由之戰 自由之戰 就是受到世界的讚賞了 讚賞完了 那麼 要做甚麼呢 下一步 這個就是一個一定要思考的問題 這一節不好意思 我說說一下 還是越講越遠 繼續恥笑香港 香港居然夠膽跟你說一個垃圾倒數節目 夠膽跟你說在全球錄得 30億人觀看 有很多人就真的忍不住了 立即出來就恥笑 你知不知道全地球有多少人口 你不說 我以為全球有3000億人 有30億人看你 是不是整個百分點 這樣已經夠多了 你這個難鬼 幻彩領香江 通常叫幻彩領香江 怎會有人看你 想想也知道 全球人口 應該就是70多億 你信不信一個 這樣的垃圾地方 香港2019年打到七彩 也不會說有30億人看你 更何況 你的跨年倒數 搞幻彩領香江 跟全世界有甚麼關係 全世界都在放煙花 全世界都倒數 怎會看你 說謊也說到不知所謂 所以 大量的網民忍不住 你還多人看過世界盃 這是甚麼活動來的 這麼多人欣賞 你的幻彩領香江 有甚麼那麼厲害 領香到全世界都看 根據 根據聯合國的2022年世界人口展望 全球人口將會預計達到80億 真厲害 有30億人 看你的垃圾倒數活動 信他那個 智力真的有問題 如果香港 一個垃圾倒數節目會有全球30億人去看的話 你也不用搞甚麼 搶人才辦公室啦 隨手 揮一揮 叫人才來 人才湧來 這麼多人看你那個倒數 為甚麼你不在還彩領香港那裏 推廣香港 唱好香港呀 想玩Laser 做甚麼呢 所以大家 你說挺好笑的 其實 你知不知道自己說甚麼 30億也做得出 3億 也夠好笑了吧 所以真的有大量的人 忍不住 說這個真是震撼全球 震驚70億人的消息 連傳播能力極強的武漢肺炎 在中國大陸根據 國家衛健委的內部通訊 內部文件也是說只有2億多而已 傳播能力 你這個甚麼垃圾節目呀 一晚有30億人看 你的傳播能力 真是比武漢肺炎厲害 根據世界盃的資料 世界盃 國際足協FIFA就說這次 全球有35億人看 居然比世界盃厲害 誰會相信他呢 你可以想像一下 這樣的謊言 敢經由官方渠道 敢對外發佈 那麼你說 到底 在國內那些地方官 敢說甚麼謊言呢 你看看這個小小的香港特別行政區 一個旅遊發展局 都敢報大數報到這樣的地步 我們可以想像到 在中國內地 那些假大空 是到了一個 蠻驚人的地步 他們的 資產 報出來的數值 恐怕 是通貨膨脹到 地府冥通銀行也受不了 那麼你的垃圾節目有那麼大的覆蓋能力 竟然你不播國歌 唱好香港 經常賴Google的搜尋器 你有那麼大的覆蓋能力的話 麻煩你指導一下全世界 你的歌叫做義勇軍進行曲 麻煩你多播一些 所以有時候他們說謊 說謊不要緊 說謊最重要是說得合理 說到 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說甚麼 這個就叫做港共政權 我們這一節和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三個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 一個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那麼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起 也有些比較大的家庭房 我們只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你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拿回按金 那麼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居住也覺得很方便 那麼我們 已經在這年多裏面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呢 也是很多人的選擇 那麼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這個 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他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以及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 你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製造了VPN對你 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接下來怕封網 尤其是可能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本來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就是 用本台的連結 就是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所以將成為 沒錯 影片尾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謝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